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不會發生衝突 比方說我手完手去推擠那個防線 本身飛暴力還是會創造衝突 所以飛暴力不等於無衝突 這兩回事 所以當飛暴力抗爭產生衝突的時候 他們沒有這個經驗 然後策略是失效的 那我去 我六個月然後去問他們的高階級官說 那你們到底 為什麼當時要使用 就是垂瓦斯 你們的顧慮是什麼 那個危機是什麼 他們說我們的就是 就是部隊被割裂 然後被 就是造成面反應是他們也有一個 只要衝擊 我們被衝擊 不知道怎麼樣好好的處理的話 那所以他們 可是他們有另外一個壓力 他們很害怕說 如果他們沒有辦法處理 就是中國公安 或是說駐港解放軍會出動這件事情 然後大家會說 香港其他就是公安的走狗 可是其實他們還是 就是留存著某種 至少主觀上 主觀表達上 他們留存著說 我們是港警 我們是香港的警察 這樣的自尊 跟自主性的需求還是存在的 我們不想要變成公安 我們也不想隸屬公安 也不想有一個很軍事化的一個意識形態 如果他的意識是像軍人 不是像警察 就是對一般的原諒 他不會覺得說 上面叫我去查某個人的底細 某個抗爭者的底細 或許他加這個關切一下 是多麼奇怪 或是 他點多會覺得說 多一個工作很煩 他不會覺得說 這是不是我該做的事情 我不該做的事情 那還有說 我們的養成體制 是採取集中跟隔離之類的 其實我剛剛講到說 他那個 我們會檢查警察的 是會這個 角色定位的關係 就是說 我們是集中在 就是集中在警校 那當然我們現在有所謂的 就是 特考班 就是說一般人可以去考 然後受訓的什麼很緊張 可是就我所知 在警察的體系裡面 還是會對於 所謂的特考班出身的警察 有一種 就是協同不蠢的一種 歧視 或是覺得他不好用 這樣子 然後不了解 他們沒有警察的文化 這樣子 那敵人跟我就是說 敵人死掉 我是沒有在為敵人死掉 我死殺他們悲傷的 可是如果是五方的犧牲 我們就會悲傷 然後如果再放到這個 就是放到這個很多 證報警察的 成算嚴刑與分析的話 他會覺得說 這些人是非公民 或者就是暴民 那暴民好像就有某種 就是他 我們不需要那麼樣去追蹤 他的人權也無所謂 所以其實不只是反應在 抗承抗的處理上面 他可能在用槍的概念上 大家也會覺得說 可以 比較自由的開槍 是一件 是一件好事 這樣子 對 甚至其實很多 一般人也會共享這樣的 一個觀念這樣子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追求效率也不可收斷 就是說 我今天 這樣一話說 我明天早上要上班 所以我就是 用打的要把他請掉這樣子 那不會有人覺得說 我們多花點時間 把他的人 就是說 很多其實是 未必是很惡意的行為 是他在虛離的時候 他會講個效率 他就我踹你 我打你 會怕你跑 或你就自己走了 這樣子 欸這樣好像是一個 有效率的事情 基於組織的立場 我們會更希望說 很多事情其實不應該是這樣子 不應該是長官說的 或者說長官的立場 覺得怎麼樣是對 他才會是對的 對警察來說 處理事情 才會是好處理 我們會更希望說 可以去介入到這一塊 那 讓基層警察是可以 有一個空間 跟長官去對話的 可以去達成一些重視 來去讓一些事情 是更好推動 這樣子 那包括像說 自己的權益啊 還有包括像說 我們在執法上 跟民眾的執法上面 有關係 等等 像我們平常 可能 在跟長官溝通的過程當中 還有一些 同事他可能遇到 跟民眾 群眾 在互動的一些過程 我們常常會聽到 這些警察會覺得說 自己其實是相當弱勢的 那我們 其實警察裡面最常講的就是說 警察是代相的弱勢族群 這樣子 但是 你對一般人來講 你警察有拿槍啊 那 你在康正縣欄 也可以把人家打成這樣 或者是說 你可能在路邊 你又可以 呃 那個 遺檢的時候啊 可能有人逃跑 你又可以開槍打他 這樣 覺得其實警察是很有威權 很有權利的存在 那你怎麼可能會是弱勢 有一些警察 其實他是在一些很特定的場子上面 他會覺得自己是弱勢 而不是真的自己是弱勢 那包括像說 可能 警察在遇到 在處理事情的時候啊 那 可能遇到了民眾 請了那個議員來灌溯 希望可以 那個 放過他一碼 那不要處理這個 可能是 開罰單事件 或者是說可能犯法事件 這樣子 那可能長官又會有 也會有來壓力說 希望你就是 核心教這件事情 就把它當作沒有事情 但是 事實上 法律又規定 你不可以這麼做 那 這對警察來說 其實他就是一個 相用教育的地方 他在指寶上面 會有困難 他會 對他來說 他產生弱勢的點 就是在說 他沒辦法去對抗 他的長官 那他也沒辦法去對抗 那個議員 其實警察的關係 跟警察跟民眾的關係 他應該不是一個 疑罪的關係 就是 在我的觀念裡面 我覺得 警察跟民眾 算是一種 服務之間的關係 那或許 他會有一些 可能干預的手段 但是我覺得 他不應該是很過分的 使用暴力的 手段 可以做處理這樣子 張靖 如果他投訴 對於整體警察 人力還有公私制度 去批判的時候 那也要不斷的被長官關係 然後剛剛 剛剛有稍微講一下 其實是由 不斷的長官 延續打開 讓他老家 那可是這些內規 對情務有幫助 就是桌上不能有東西 床上不能有原備 那到底有什麼幫助 然後是誰來決定這些內規 那與其說是對情務有幫助 到不如說是 警戒的長官 想要藉由這些規定 你是否服從這些規定 來建立他的規權 如果不遵守的人 就會被撐出 不只是說整個警察 在針對抗爭的思考上 也會擺到個別援警 他在面對說 簡單的就是說 當他在一個 就是面前有一個 靠一個手寸的 坐在那邊 他那一棍打不打下去 這個事情的時候 其實背後是有個 集體的意識形態在作祟 而不是 只是他個人的修養 和情緒好不好的問題 很多人會提說 其實租集團工會 會助長國家暴力 因為你傻了嗎 他們吃的好 睡的好 門掉的好 他也不見得會支持你 對我來講 就是主公會 跟國家暴力 什麼都會爆價 他們有什麼必然關係 但我想先提的是說 這種批評的聲音 我其實常常會很認真的看待 就是這些認為說 主公會 會升高國家暴力者 然後反對主公會的朋友 他們的論述 我常會發現 有一些東西 是這個時代中常見的狀態 這些論述 其實通常都不是 是這個系統性的狀態 比方說 你反對主公會 你認為警察不該 至少你不該支持 警察主公會 但是呢 就像跟仁壽講的一樣 很多時候呢 這些批評者 對於警察態度 又是曖昧的 我印象很深 去年在反課當的時候 沒讓張恩樂來 然後警察去 那時候我真的看 有些朋友意外說 因為他把警察權這麼說 我要想是說 那種到底你對警察角色是什麼 其實事實上 這些批評者中 我們有看過 如果有任何人 真的暴定的一種立場 是你完全否定了 警察這個制度的存在 而且你提出了另外一種 社會的資訊 無可可能 或是政治圖像的 很少很少 主公會 他有可能 有可能 使得抗爭現場的 國下暴力降落 但他還需要 許多條件的配合 那這條件是什麼呢 其實是還可以進度討論的問題 但是他 我們絕對不要去 有一個檢班想像是 他公會組了 警察會感覺到善意 就會被感動 這當然這場跟我講的 人是會感的 他是會感動的 現場人都會討論 事實上 之前在檢工天裡面 有一個 共識會討論過 那時候我認知到 比較靈性的狀況是 公會這件事情的成立 基本上他就是在 勞動權這件事情上 警察的勞動現場中 有非常多繁重的言語 有過多的剝削 公會的目的是 處理勞動權的問題 他本身必然會 跟國家暴力的提升 或降低的產生關係 如果有關 他中間會牽涉到 其他的條件 好 這是基本的立場 所以在前提下 關於這兩組最極端的 就是主的公會警察 會打得更嚴 或主的公會警察 就不會打的 我覺得都是過於簡單 或是沒有辦法 把問朋友 更深的地方 看清楚的想像